它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叫大六任 不叫大六根也不叫大六心 为什么叫大六任 任者为水 水主治 活主理 金主义 土主信 木主辞 水 就主智慧 任水 就主大智慧 回水 就主小智慧 小智慧 就是一种困境 小智慧 都叫网 把自己网固了 所以说在奇门的讲解 就叫天网 任水 任者智也 大智慧 王者智智 大流任 天一生水 第六成智 这是一种说法 大流任 我能理解 任 主智 大流任 为什么把这个学术 取的名叫大流任 古人不是白取的 一定有他的根源 所以认者 不知 大智慧 大流任就是大智慧之学 学着学着就让你有大智慧 认下 火炎上 所以说学大流任的人 学到一定的程度 都非常低调 非常的平易近人 如果谁经常吹个流 经常跟别人干仗 斗诵 跟别人再打 警官司 一定不是高手 真正在古时候 大流任高手 都是非常急调的 高手都在临结 这就是认 鬼 像一张网 你看鬼字 密密麻麻 真像一张网 这个鬼就代表困惑 密麻 这个鬼字 排在最后一个 人的最后一个 下边 人鬼 下边 只要沾水的 都跟性有关 这个是更下边 就代表性 他这个结构 我们都是过来人 鬼水跟丁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一个是男人的 一个是女人的 非常精彩 这个鬼水 因为是最后一个 代表万事万物的终结 所以说 它有中的意思 有止的意思 有死的意思 介绍鬼水 它有死的意思 丁是代表生 鬼是代表死 大流任上 用丁 用鬼用的特别多 鬼叫闭口 闭口 闭口 闭口就是不说话 这个人 遇到鬼了 这个人不太爱多说话 你一旦你说 哎呦 这个人不太爱多说话 一说一个转 为什么 闭口 这就是丁 和鬼的区别 大流任 特别注重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是用的 比较多了 丁主生 鬼主死 丁主希望 鬼主没希望 这是四天干 这是四天干 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之手 十二地支之手 所以 子 代表大智慧 它的韧 跟韧 对应 子 输水 它的地支当中 它把它 把这个子 摆在第一个去 为什么呢 它是大智慧 诸 圣人 有大成就 大智慧的人 这个子 老子 孔子 孟子 庄子 鬼谷子 为什么我们一说 老丑 孟丑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 叫子啊 因为它是大智慧 所以说 它是支手 它是大智慧 子就这意思 子 开头 子 它就这个子 代表孔洞 为什么 它输老鼠 大智慧的人 都把老鼠搞到一块去了 大智慧的人 有时候 也跟 也跟老鼠一样 到处学习 到处猎去 这就是大智慧的人 像老鼠一样 因为半夜子时 老鼠起来活动 上天 为什么叫半夜子时老鼠起来活动 这是上天定子的 根据的老鼠 这个半夜活动 所以说老鼠定为子 也是有道理 子 老鼠爱打洞 所以说子 代表孔窍 孔窍 孔窍 孔窍在下来 代表孔洞 因为大力加哪一个洞 就是根据子来的 孔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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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窍窍 代表种子的子,所以代表希望 万物从种子开始,种子的发芽才能长成苍天大树 所以说子,它也代表希望,代表种子,代表小孩 因为它是水,它也代表因 丑 这个丑跟人长的丑,因一样的 所以丑字,它加一复下来就成田 所以丑字,代表房地产,土地 因为它是金库,所以丑字,它又代表贵人 贵人,一般贵人都有钱,贵人地产都很多 为什么有钱,它是金库 加一点就是田字 古人造字的时候,那个相义非常考究 贵人就是贵州的人 为什么他相义贵人呢 他一个人能弯身,能弯腰,这就是贵人 当官的人都能取能胜 当官的人都很丑陋 当官的人都不正眼看人 一天到晚,眼睛低头转来,才能当官 所以说这就是贵人 贵人就这么来的 贵人就是能贵能生起来的人 这个贵人代表丑,你看他跟丑 他不是他长得丑陋,是行为丑陋 行为丑陋 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审美观 跟孔子他们的审美观是有很大渊源的 他们把这个丑字啊,古人造字的时候 这个丑字都作为贵人 所以说能当领导就要候点提 代表眼睛有问题 代表眼睛有问题 在姓识上代表姓陈的,姓田的比较多 为什么他代表他跟土地有关 丑字在八个宫里边 他在跟过 他向了山 所以说他在跟过 你看像把椅子 像把椅子 这是一个 像那一把椅子 人能坐这儿 大辽人带事的时候 很注重想 说这像把这儿放了一把椅子 我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 大家以后带事的时候 多一种死路 这叫丑 银子 银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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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在大辽人上代表公曹 所以十二将领的公曹 银字 输老虎 它就会有权威 要咬人 所以代表小怪 银 银 你看只要老虎在哪儿 老虎有几个重要特征 唯一 第一 它的嘴 很厉害 所以说银在哪儿 银它叫公曹 曹 我们小时候的魏珠的曹 跟那个同银 同银就是同银 所以银木在哪儿 一盼在那儿 家中有曹子 一说一个嘴 什么叫曹子 就是带钩的 带钩的东西 就是银 它还拿着 这个老虎第一是嘴 第二 最厉害的 爪子 所以这个银木在哪儿 哪儿一定有爪 什么爪 衣件 撑衣服呢 花蹄 下面有爪 落在地下 只要这个银木在哪儿 哪儿都有带爪的东西 这个爪究竟是上 往上 还是往下 这就看谁看谁了 为什么 因为学到大来人一看 哎呦 你这儿有一个 你这儿怎么翻了一个碗呢 一个碗 怎么扣在那儿呢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给你这儿来的 银 他筑文化 筑文化 筑文书 所以说 有书柜之相 你还带着柜子 因为它是大木 有哪儿爪 上面带着个帽子 他有柜子之相 就是书柜 文化产品 帽 帽 帽子 像两三门 这门轴 两三门 所以说 帽有为门户 这个有 这位前门 这位后门 它代表门户 为什么代表门户 这就是门呢 如果上面加了个白虎 白虎临门 这家有凶陷 为什么临门呢 它这就是门 门这个下 它又下两个手 这样 所以说 代表手 它说兔 兔的动作就是快 动作脱兔 所以说 它又代表 冲动 跑动 雷利风行 它的正宫 它两个能靠到一块 这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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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靠到一块 相当于两口子 能往一堆靠 这是什么 六合 它又代表合合 做交易 这两个人站那谈判 做生意 哥儿俩好 它代表 做生意 代表合合 交流 交往 它代表这些东西 两个小孩 一个手里 拉了一把扇子 它代表小孩 这个六合 代表小孩 一阴一阳 一男一女 站在一块 中间一个道 六合 准备跑 六合 六合 也代表私奔 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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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有一个厂字 下面有一件衣服 不是厂字 上面一个半头房子 里面有衣服 是个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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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衣服 穿着笑衣 放在一个 不是人住的房子里面 人住的房子不是这样的 它打了棚 里面放了一个尸体 它就代表死 死伤 代表坟墓 这就是成 成为天刚 刚 是这样写的 刚 刚为震 为震 世上没有震的事 只要一震 就要打架 一震 世上没有震的事 只要一震 都要打 所以天刚 这个尘土 都代表动作 代表打架 这个尘土 这个尘土 代表跌大省上 这个尘土 是非常凶险的东西 尘 女人怀孕 叫任尘 这个尘 她才代表怀孕 刚才那个任字 也代表怀音 古时候的字 每个字 你只看一半字 它的意思都差不多了 这是我们汉字的优势 尘 还代表往下尘 代表住 墓 墓 墓 都是赫 墓 树 墓 墓 墓 这个寺说蛇 在八卦图里面 它在S线的一个亥在这 一个寺在这 它把这个寺亥连起来组成一个蛇 所以说寺亥它蛇无难无虑 无公无母 蛇是没有性的 两面性 说公的就是公的 说母的就是母的 所以蛇代表变化 代表狡猾 这是天门 它就是地户 它是通往天地的门户 通往天地的门户 所以说它跟神有关